佛林館長李晉雍就今晚兩十分年 今天率領經國管副團隊就開記者會 向國民奔向這兩年來是進行過 並且提出了佛林館未來幾有發展 佛林館長李晉雍記輯 這兩年之前佛林館面臨挑戰是一直來 但是他和他的管副團隊是不放棄也不斷地行動 有信心竊口困境處理現在 現在尚長期的本書問題以及做好感動台索錄金解釋 同時也有信心扳號明年的臺灣頂會 讓佛林驚向美好省外的目標 就今晚兩十年佛林館長李晉雍 怕你帶領管副團隊用國民報告這兩年進行過 佛林館面臨挑戰是一直來 過去兩年來感到最大的困境都是本書危機 要是未來上結束要改過的議題 其實垃圾問題困擾雲林縣民已經由來已久了 那這努力的方向當然首先就是我們希望 來徹底的貫徹垃圾的減量 那垃圾減量我們一再的呼籲 我們的環保局也進行一個破代的稽查 我們希望縣民朋友們大家能夠來諒解 同時能夠配合 那垃圾的問題也需要各鄉鎮事工所大家同心協力 不是本書就是你管政府的事情 那鄉鎮你不配合的話 其實我們的執行也會發生困難 除了本書問題是未來最嚴格的挑戰以外 和台索六卿因為出學金拆破面 向方所來的活動也等在口減分量的發展 對處理中的表現對台索的立場不變 因為出學金的部分沒有辦法來落實去執行 所以呢我已經宣布這個溝通的平台就是暫停運作 那我們希望台索六卿它能夠展現它的誠意 也能夠配合縣政府非常清楚的一個立場 就是公開跟透明不要玩黑箱 那我們還可以繼續再交往 館長立場主任以來 面對最大的壓力就是基本立候一千年的台灣領域 現在領域就比江澤也今年最後來的 館長都很關心這領域多人要如何提升分量的地面 並且讓大家對分量大氣概 我們能夠把這次的登會辦得順利成功的話 那對於帶動雲林縣民的這個明星士氣是會有更大的幫助 其實也因此而帶動我們地方的這個產業永續的一個經營 很多人來到雲林館後 透過這次的領域 他認識雲林館 他會發現我們雲林之美 那麼將來陸陸續續的 他們都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來到雲林館 不管是來投資、來求行、來執行 都會對地方的這個產業發展能夠有所幫助 半後每年台灣領域之後 雲林館一直在推動的都壓力領受到 也是未來重點的市場目標 我們的定位非常的清楚 一個就是農業首都 一個就是綠能的首都 在農業首都的部分 基於過去十年的這個基礎 我們持續在這個基礎之上來更加努力 尤其是對於食安的問題 那麼整個的這個消費市場特別重視 所以我們提高食安的這個標準 同時呢積極的推動 有機以及無毒的農業 希望為我們雲林館的農業 找到一個市場的定位 這是農業的部分 綠能的部分更加是重要的 因為在國家新的能源政策底下 雲林館勢必要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否則替代能源就是空談了 所以雲林館在這部分 我們有優勢的條件 現在問題是 中央跟地方的這個政策必須要一致 大家全一個來推動 就這兩、九年 管長理想讓大家對婚禮有更大的期待 大家問管長讓自己打多少婚索 理想說這要管民來兵婚 不過不僅民調是23% 未來也許會繼續努力 並且用到最實在的心情來做事情 求進步 記者在參加差不多 在參加差不多 在參加差不多 都 在參加差不多 都 都 都